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想要当兵的民众 苦等了好一段时间 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有些亦难说 去年六月就从学校毕业 等到现在 而虽然疫情只有四个月 但家长们还是有点舍不得 也是会不舍啦 四个月而已啊 对啊 现在四个月 这么平均这么回来 很高兴啊 我今天很光荣 因为我三十步的孫子 他只有四个月而已 前面两个哥哥都太胖了 所以他很光荣啊 会有点舍不得 没有 不会 因为我爱的小孩 我去超过 回来才会大 他啊 他就是我去那儿抽的 对啊 他也是苦工艘我去抽的 我就去年六月毕业嘛 到现在 对啊 我就去年大学是六月毕业 然后到现在差不多半年 八个月 诶 四月了 就平常心吧 反正大家都一样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心情怎样 就赶快当兵当 你自己有理头发 我自己剃啦 来来 借看一下 好帅耶 为什么 你是有听说是不是 没有啊 怕里面剃不干净 而且会不舒服 呃 其实疫情三年期间啊 很多民众 很多艺难 他们想要提前入伍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暂停了这个 入伍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哦 很多艺难他们都有来 希望说能够提前入伍 其实这个是跟过往哦 相当不同的 那我觉得主要是我们这些艺难 他们对于国家的一个认同 还有想要报效国家 这样的一个心意哦 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学习 告一段落之后 要就业之前 他们希望利用这一个空档 赶快来完成这个义务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 专心的在事业上来冲刺 伏兵役是国民的基本义务 因此能够顺利的去当兵 对于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 还是有相当正面的意义 期待这些基隆子弟 都顺利健康的完成国民应尽义务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